好看下面这个啊 相购里面的分页啊 那么这个分页呢 也是我们在这个项目开发里面经常用的啊 比如说你这个 你做一个这个发布新闻的网站啊 每页新闻每页显示多少条啊 分页显示 还有你这个用户 他去搜索某一个商品 搜索出来这个结果之后呢 这个结果呢 你也进行一个分页的显示啊 这都需要用到我们这个分页啊 分页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是先给大家去分页的话 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啊 就是首先我们先做一个例子 就是把我们这个 Avery Info啊 这个类 它对应的这个地区表里面的 所有省级地区的信息 我们把它查出来 把这所有省级地区的标题呢 给它显示到一个页面上啊 给它显示到一个页面上啊 这是我们要完成的一个效果啊 完成一个效果 OK 那就 比如说我现在这边 我现在这边先建一个页面 我就到Else 烧Error吧 OK 那么 然后呢 这里面是我现好的页面啊 下面我们要做的呢 就是 去查出来所有省级地区的信息 然后呢 把它们的标题呢 都显示在这个页面上啊 页面上 OK 那么 在这里面呢 既然它这样 我们这边就应该有个对应的处理函数 叫做 起个名字 烧 Error啊 Error OK 我觉得烧Error Request了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 分页啊 我们现在先不管分页 我就先把所有的都查出来 然后呢 把它显示到我的页面上啊 那你就考虑一下我这里面首先该干嘛 好 哎 查询的吧 我们应该首先啊 查询出 所有省级地区的 信息 那么这个的话啊 然后查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去使用这个 模板啊 使用我们的模板 OK 那么 然后呢 分布来 怎么去查询出所有省级地区的信息 好 看到啊 首先 查询所有省级地区的信息 对吧 你要通过这个类来查 Error Info 那么你通过模型类来查 要查哪一个表里面数据 对吧 你要通过哪一个对应的模型类 我就叫ErrorInfo 那么 在这边查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边呢 就是ErrorInfo 点 Object 那么省级地区呢 不止一个 过滤 Filt 里面的条件 省级地区的信息 它的A parent呢 是空 对吧 那么所以呢 就是A parent A parent 意思 No 等于这个 去 对吧 这里面给我返回的 就应该是所有省级地区的信息 好 查出来之后呢 我就可以呢 把它传给这个模板了 I return一个 Rind I request 然后呢 使用的是我们book test 下面的这个 小 Error啊 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叫做 ErrorS 然后呢 冒号 写上一个ErrorS啊 OK 那么这个地址呢 我们就配置一下 小 Error啊 OK 把这个呢 在我们这边做一个配置 URL啊 这里面呢 来一个上线公号 里面写上一个 到了 对应呢 就是views点消 Error 他呢 这里面 就是我们这个 分野啊 OK 我们现在查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在这里面呢 显示出所有省级地区的标题 我就应该呢 去 URL 进行一个便利啊 Fall Error 因我们的 Errors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一个结尾叫做 Underfall啊 Underfall 好 每一个地区的标题 那我在里面呢 就应该是 Error 点 A Tid 对吧 OK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页面 我们下面呢 写完之后 访问一下啊 直接写上一个稍 Error 好 回上 这里面就是列出我们 对吧 所有省级地区的标题 但这里面的这个 数据啊 有一些数据 它是错的 你不要管它啊 这里面多了一个 这个区啊 它的 我们的语 我们的查询语句没错啊 这里面数据有误 你就看到这里面呢 就是显示出我们 所有省级地区的信息 好 下面呢 比如说 我这个省的信息 对吧 它过多 我想让它进行分页显示啊 那么每一页显示十页 这个呢 就需要用到我们的这个 将构的分页啊 那么 在将构里面实现分页的话 它给你内置了一个类 这个类呢 叫做 Pagionator 使用这个Pagionator类 你可以呢 实现进行一个分页啊 那么 在我们这里进行分页的话 你注意 这个 进行分页的时候 那么你如果要对一个查询集 进行分页 那么首先 你要创建一个这个类的 实例对象 然后第一个参数呢 你就传上这个查询集 后面呢 指定每一页呢 显示啊 多少条啊 多少条 OK啊 这是它 然后 有了它之后呢 你要获取某一页的内容 你注意啊 这个Pagionator类的这个对象 它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叫做Pagion 它呢 接受一个参数叫做 那么 它就会给你返回一个值 返回一个值啊 它返回的什么值呢 它返回的是 Pagionator类的一个实例 对象啊 在这个实例对象内部 包含了你这一页上面的所有数据啊 所有数据 OK 那么这里面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东西啊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怎么写 在这里面进行分页的时候 首先先导入这个类 我就在这边导入了啊 直接from我们的Jungle 这个模块里面有个类 叫做Pagionator类啊 就这个类 那么下面呢 我在这里面我们要加了 这里面就是 首先进行这个分页 分页的话啊 每页前十条怎么分页啊 创建一个这个类的对象 然后呢 我要对它进行分页 那么第一个呢 传我们的ELS 好 每页前十条 写上一个十分页啊 那么每页前十条 每页啊 哎 显示十条 好 你这边分页之后呢 最终你有了一个这个对象 哎 叫做Pager Nator啊 OK 等于它啊 然后 那么有了它之后呢 下面你比如说我要 我要呢 去获取第 我们就简单一点 我现在呢 我先不管页嘛 我先获取第一页的内容啊 获取啊 第一页的内容 好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是 PagerNator这个对象 它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叫做Pager 接收一个数字 接收一个数字啊 直接写上一个叫做Pager 好 或许第一页写上一个1 那么给你返回一个对象啊 这个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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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注意啊 P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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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Pager类的实力对象啊 是这个类的实力对象 实力 对象 对象啊 OK 那么 那么在这个类的实力对象里面 你注意啊 这个类的实力对象 它里面有哪些属性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在它里面 其中有一个 我们要给大家说的一个属性 叫做Object List啊 它呢就是 你通过这个类的对象 点ObjectList 返回的就是包含 返回包含当前页数据的一个 查询集 那么有了这查询集之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便利显示了 对吧 那么这一步的话啊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比如说啊 我现在分页完之后 那么下面呢 我在使用这个模板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这个Pager呢 给它传过去啊 直接写上一个Pager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呢 在这里面 便利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呢 这个Eris 比如说我就不要了啊 对吧 我们就不要这个Eris 我要谁呢 我就直接要这个Pager啊 那么我要便利 你第一页的内容 我在这里面写的 就应该是 for我们的这个Pager 点ObjectList啊 这里面呢 就是它的点ObjectList 属性就是返回包含 当前页数据的一个查询集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刷新 看到 是不是10条 对吧 是10条啊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分页啊 分页的话就是 创建一个这类的对象 你要对这个查询集进行分页 那么你传入这个查询集 第二个参数呢 是每一页多少条 那么你当你要获取 某一页的内容的时候 那么 Pager那条对象 有一个方法叫做Pager啊 这个Pager里 传入一个数字 就给你返回一个 对应Pager类的实例对象 在这个实例对象里面 它就包含了你这一页上面的数据 这一页上面的数据啊 OK 这是基本的一个分页 然后呢 我们要再给大家说的就是 在我们这里去便利啊 去便利一个类的实例对象的时候 你在这边你可以写成这样啊 你还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啊 就是 直接去便利这个Pager对象 直接呢就是Fall 我们的这个Error啊 InPager 它俩效果是一样的 你注意啊 Pager对象呢 是可便利的啊 你便利一个Pager对象 拿出来的也是它里面的每一条数据啊 所以你在这边两者没有区别 你直接刷新 也是一样的啊 也是一样的啊 OK 那么这两个其实都可以用啊 OK 这是我们 基本的一个分页啊 基本分页就是先分页 再获取某一页的内容啊 这是它基本的一个过程 好 再往下呢 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面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属性啊 首先我们给大家说PagerNator 这个类的对象有什么属性 那么这个方法呢 我们给大家说过了啊 然后呢 它里面还有两个属性 一个呢叫做NummerPages 一个叫做PagerRange啊 NummerPages呢 是返回分页之后的总页数啊 我分页之后 对吧 一页十条 一共有多少页 我把这个呢 给你返回 然后呢 PagerRange呢 是返回分页后的页码的列表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在这边打印一下啊 直接Print 写上一个PagerNator 点NummerPages啊 好 这里面再打印一个Print 写上一个PagerNator 点PagerRange啊 一个呢 是返回总页数 一个是返回页码的列表 那么这个呢 我们在这边回车 看一下这个后台 看到没有 分页之后一共四页 对吧 页码的列表呢 就是一二三四啊 那你注意 你知道啊 这是PagerNator 这个类的实例对象 它的属性啊 OK 然后呢 下面呢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Pager类的 属性 那么它的属性里面 有这些东西啊 Nummer 这个Nummer呢 是返回当前页的 页码 你要获取到的是 第多少页的数据 我把这个页码呢 你通过这个点Nummer 你可以获取到 好 再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Object List 我们给大家说了 还有一个呢 叫做PagerNator 这个PagerNator是谁呢 就是返回对应的 PagerNator类的对象 其实呢 我们这个里面呢 你直接通过这个Pager啊 点它的PagerNator 这个属性 其实拿到的就是谁啊 拿到的就是上面的 这个PagerNator啊 这就是它的这个属性 那么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 挡一下当前的页码 我获取到的是第一页的话 我就直接Print Pager点Nummer 你在这边 你就看到啊 刷新 看后台 是不是一 对吧 这是它的属性啊 然后呢 我们要再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Pager类对象 它的一些方法 首先 hasPervise 判断当前页 是否有前页 hasNext呢 判断当前页 是否有下一页 好 然后呢 还有叫PervisePagerNator 返回前一页的页码 NextPagerNator呢 返回下一页的页码 那么这是这几个方法 你要知道啊 一个呢 就是如果返回的是初 就代表有前页或者有下一页 你要获取上一页的页码 下一页码怎么做 直接调用下面的这两个方法 这是Pager类这个对象的方法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PagerNator类和Pager类里面主要的方法和属性 给大家看了一下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就继续看我们这个例子 看我们这个例子 你比如说 我在这里面 我一刷新的时候 对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 你访问这个 saleerror的时候 现在我们是显示出第一页的内容 对吧 那么我们分页之后 页面下方 是不是应该有这个页码的链接 对吧 页码的链接呢 我们就要把它做出来啊 做出来的话 你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Pager对象 是不是传 我们这个啊 Pager对象是不是传过去了 对吧 我们给大家说 这个PagerNator啊 这个对象有一个属性 叫做PagerRange 它呢 就是获取这个分页之后 页码的列表 那么我就可以呢 在我们这里面呢 去便利这个PagerRange 对吧 打印出每一个页码 那么这个怎么做呢 你看呢 我们在这里面 我就可以在下方呢 去显示出这个页码 我们怎么做啊 Fall啊 PagerNator怎么拿到呢 你看到啊 这个PagerNator对象怎么拿到 我们给大家说 Pager对象有一个属性 叫做PagerNator 其实呢 就是对应上面这个PagerNator 我们在这里面写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这边 直接呢 是Fall 比如说Pindex 因我们的Pager.PagerNator 对吧 它里面呢 有一个属性叫做PagerRange Range 好 这就是页码的列表 我便利的话 我就可以拿前置了 AndFall 然后呢 这里面写一个 哎 里面呢 我们就写一个 Pindex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页码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刷新 是不是一二三四 对吧 那我们这个页码呢 它应该有一个对应的地址 哎 你是不是一点击 它就应该跳转到相应的页面 相应的页面啊 那么这个地址 哎 你想一下我们该怎么写 看到啊 我们现在这个视图呢 哎 其实呢 是默认 我们只获取的第一页 对吧 其实这个视图写全面的话 你想一下前端过来的时候 它应该告诉我什么数据 哎 他过来的时候 他应该告诉我 他要取地多少页的内容吧 对吧 所以呢 你访问这个地址的时候啊 在这个地址里面 你需要加一个页码啊 哎 就前端啊 前端 这个前端 那么 访问的时候啊 那么 需要传递页码 需要 哎 传递页码 啊 传递 哎 这个页码 那么传递这个页码的话 呢 我们呢 其实传递页码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页码呢 给它放到这个 里面啊 烧L后面呢 我给它加一个 页码 哎 加个页码 那么在我们这个UIL进行配置的时候呢 我可以在后面呢 去补获这样一个 数字 哎 直接写一个 斜杠D 加 哎 对吧 斜杠D加啊 哎 斜杠D 哎 那比如说 它直接 不传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它是不是应该 默认显示第一 我可以的话 对吧 我这里面给它写个斜杠D 行 哎 就是 可以有 也可以 没有啊 那么 这个呢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啊 用关键参数 比如说我就叫到Pindex吧 哎 问号P啊 哎 写上一个Pindex 那么在我们后面对应的视图里面呢 我就应该加上这么一个Pindex啊 OK 那么 在这个里面呢 哎 我们到分页之后 对吧 我下面要做的是干嘛 我是不是要获取D Pindex页的内容 对吧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写上 需要呢 去传入这个Pindex啊 但是你注意 UIL里面捕获的参数 都是字符串 你要做一个转化 我们直接写上一个 IntPindex啊 OK 那么写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我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哎 它会给我报一个错误 哎 你看到什么错啊 Evalued 哎 ForIntVC这个被词啊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把这个Pindex 进行转化的时候 不能转化为一个数字啊 就为什么不能转化数字 你看到后面这个是什么 它是一个空的字符串啊 那么我当我们直接敲这个地址的时候 在这里面进行这个UIL匹配的时候 后面这个东西有没有 对吧 没有的话 那么将够给这个视图传的是一个空的字符串啊 所以呢 它会出这个错误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你需要去做一个判断啊 哎 首先我们先判断 如果这个Pindex等一等一 空的话 哎 我的Pindex呢 就等一 一对吧 哎 这里面是默认啊 取 第一页的 内容啊 OK 然后呢 再往下 Els 我们就把 我们就直接呢 把这个Pindex呢 给它转化成一个数字啊 Int Pindex OK啊 那么最后我们这里面 直接传这个 Pindex就可以了啊 OK 那么 然后我们再去刷新这个页面 哎 这是不是显成第一页啊 对吧 下面这几个页码的链接 我就可以写了啊 找到我们这边 找到这个shall error 我在这里面写的时候 就是shall error 后面呢 跟上这个相应的页码 对吧 先的页码 加上一个Pindex啊 OK 那么我们下面呢 你在这边一刷新 比如说这里是第一页 我一点击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是不是过来了 对吧 那么 那么至于这个当前页的话啊 我们呢 可以呢 不给它显示为一个超连接 让它直接显示为一个数字啊 因为它就在这个当前页 对吧 那么怎么做啊 我们给大家讲 Pager对象 有一个属性叫做 Number啊 通过这Number 你可以呢 获取当前页的页码 是什么 那么有了它之后呢 我就可以做判断了啊 在这里面加判断 如果这个Pindex 它等于等于我们当前页的页码 的话就是Pager 点 Number的话 对吧 说明是当前页 那么我就给它显示为一个 Else啊 这里是Else 这里面呢 应该是这个 N的 if啊 好 如果它是当前页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直接就显示一个 Pindex啊 不给它显示为一个超连接 OK啊 那么你在这边 你刷新看到第四页 是不是不是一个超连接 对吧 我点到第二页 第二页呢 就变为不是一个超连接 代表呢 它是当前页啊 当前页 OK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页码的控制 然后呢 除此之外啊 我们还经常看到 那么这个页面呢 它前面呢 会有两个链接 一个呢 是代表上一页 一个是代表这个 下一页啊 那么这两个怎么做啊 首先你在这里面去做这两个时候 你先 你需要先判断当前页 有没有上一页 或者有没有下一页啊 那么怎么判断 看到啊 还是给大家讲的这两个方法 has a Provice啊 判断当前页是否有 前一页啊 就是 if 这个pager 这个对象 has a Provice的话 我这里面呢 它就代表它有这个 上一页啊 我就可以给它显示一个上一页的链接 写上一个a 然后我们就写上一个啊 lt 然后呢写上一个 上一页 对吧 然后这个链接呢 写上应该是 hrf 等于这个 shall error 然后里面应该跟上上一页的页码 对吧 上一页的页码怎么获取 看到这边 Provice page number 返回上一页的页码 在这个里面呢 其实呢 我们就是调用这个对象的 函数啊 叫做Provice page number OK 那么下一页的话 其实也是一样的啊 在这里面判断是否有下一页 直接呢 也是if pager 点has next has next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n的if 然后 a标签 然后写上一个 下一页 然后这里面 写这个页码的时候啊 hf等于这个 斜杠 s error 后面呢 下一页的页码 page这个对象有个方法 叫做next page 那么啊 OK 那么你这样写完之后啊 你注意我们在这边 去刷新 你就会看到啊 这里面有这个上一页 有下一页 对吧 这第二页啊 第二页呢 一点击上一页 就跑到这个第一页 第一页没有前一页 这个页码是不是就 上一页就没了 对吧 同样的啊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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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就跑到最后一页了啊 OK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分页啊 它的一个 基本的啊 基本的操作 那么 在我们这个里面呢 你要注意的就是啊 在我们去访问 一个地址的时候 你应该在这个地址里面 把这个页码呢 传递过来 告诉他 你要取的是 递多少页的 内容啊 递多少页内容 那么 然后 查出来所有数据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呢 去创建一个这个类的对象 进行一个 分页 好 分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呢 取递多少页对应的内容 取出来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 配件类的实例对象呢 给它传递给我们的 模板文件 那么在模板文件里面 你就可以显示数据了 好 这里面呢 就是便利这个配件对象 拿出里面的每一条数据 显示出地区的标题 像下一页和上一页的这个 页 链接的话 我们用到了这个配件对象的两个方法和两个属性 然后啊 中间的这个页码的链接的话 我们用到的是PagerNet对象的PagerRange 这个方法啊 你通过Pager点 它的PagerNet 这个属性就可以获取 它对应的这个PagerNet对象是谁 但是你要注意啊 不是说这个名字叫它就是它啊 你注意我这个名字是 这是个对象的名字吧 这个名字你可以随便写啊 你可以随便写 你写成一写成二都可以啊 只不过我写的叫PagerNet 但是这个Pager对象的属性就叫 PagerNet啊 它就叫PagerNet 你注意这里面有个区别啊 你通过这个Pager对象点PagerNet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东西 就这个东西啊 不管它叫上名字啊 OK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分野啊 它的一个基本操作 其实里面呢 主要就是这么两个类啊 一个呢是这个PagerNet 一个是这个PagerNet 啊 是这个PagerNet 就是这个PagerNet 就是这个PagerNet 就是这个PagerNet